最大最全模型玩具资料 近在七八动漫网 最近也是在争商的发布自家的魔玩新品 俗话说 手办穷三代 入宅回生 屏幕前的红水们都做好剁手的准备了吗 来看一下最近有哪些新品魔玩吧 为了纪念圣斗士星史漫画连载30周年 新动画圣斗士星史黄金魂马上就要开播了 在官方的宣传PV中我们可以看到 故事背景又回到了北欧片 在探气之强牺牲的12黄金圣斗士们 又复活了 并且拥有了新的黄金神圣衣 而相应的 万代玩具公司最近也是公布了 三款黄金圣斗士的神圣衣玩具 分别是狮子座 爱欧里亚 白羊座木 和春雨座沙家 新的EX黄金神圣衣 较之前普通版本的更为华丽 价格也是更加的昂贵 平均售价在一万日元左右 首款狮子座预计在今年的六月发售 因为是第一款神圣衣版的EX 到货涨价的可能性还是蛮高的 现意想买的同学们要尽快入冰 刀剑神域第二季动画已经完结一段时间了 但是动画造成的影响还远远没有退去 新游戏的发售也升起了刀剑的新波热潮 在最多手办厂商 争相发布了第二季女主角 湿奶的手办之后 并不是很知名的Aquimurine公司 发布了一款让人眼前一亮的湿奶手办 本款手办由擅长制作女性角色的 胡田聪担当原型师 帅气的造型和犀利的眼神 以及精致的细节瞬间征服了广大粉丝 但是这款湿奶并不便宜哦 售价是一万四千零四十元 预计在今年七月发售 喜欢新来的同学们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款手办哦 由迪士尼影业发行 漫威影业制作的复仇者联盟2 傲创纪元宣布定档于5月12号 在中国内地上映 作为复联中唯一的女性角色 黑寡妇给人印象最深的 就是那身紧身制服 飘逸的红霸 以及一米杰的身手 在此前公布的复联2角色海报中 黑寡妇也是展现了全新的造型 而就在前不久 Hot Toys公司也是公布了 复联2系列黑寡妇 1比6可动人偶的消息 本款黑寡妇采用全新的头部直发设计 并增加了可动关节 全新的战斗服和丰富的配件 完美在线的电影中黑寡妇的形象 玩具预计在今年第三季度发售 喜欢黑寡妇和家里的同学们呢 还是抓紧时间预定吧 本期的魔玩资讯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魔玩资讯的话 也欢迎购买这一本最新一期的 魔工坊Hobie Japan哦 作为1969年由日本Hobie Japan 创办的专业模型杂志 极美引进的魔工坊Hobie Japan 每期除了保留100页以上的 感达资讯大集结外 同时也包含手办 军魔 特色等魔玩信息 魔玩发烧友们可一定不要错过了 今后呢 咱们这个潮流玩主的节目呢 每一期也会送出一本最新的 魔工坊Hobie Japan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 潮流玩主的微博 参加每周一次的抽奖哦 好了 来看一下今天魔玩评测吧 中文字幕发行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播放的这段视频的小伙伴们觉得炫酷吗 不过我猜大部分的同学们都不知道 视频中的形象是出自哪里吧 既然你们诚心诚意的发问了 那么我就大发慈悲告诉你们 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 只有女性特征的机器武装势力 Momo诞生啦 这就是我们今天评测的主角 来自本土文具品牌O1的 Momo可动机甲手干 可能国内的朋友呢 对Momo这个作品呢还比较陌生 Momo是由日本游戏设计师 岛本昌宏设计的原创形象 这有女性特征的大型机器武装势力Momo 为了拯救地球而与敌人进行斗争 系列中许多产品异化呢 是由经基本模型而演变开发的 因此Momo系列呢 拥有很多风格哦 以及不同模式的机体 附加着不同的自备 作为首发的两款Momo产品 O1在外包装的身体上呢 还是下了一番心血的 正面巨幅的角色设定图和巨大的Momo字样呢 看起来非常的fashion 正面呢 可打开的书本式设定呢 也是能让我们在拆盒前 可以一览玩具的存貌 Momo系列的背景呢 也印制在了包装的内侧 供玩家们了解 包装的背面呢 印有产品的官图 以及各种注意事项 然而O1呢 作为本土玩具厂商 我们在包装上 并没有看到中文说明 也让人感到比较遗憾 本作那一包 采用全贴合玩具的海绵包装 给人的感觉非常安全 白色的基本款 卡丘 全部内容包含一个 主体和三对可听的手心 之前宣传图上出现的武器 并没有出现在本次的产品中 黑色款的卡度 除了包含一个主体 和三对可替换手心外呢 和额外附带了一个帽子的配件 在大小上 白色的机版款卡丘的高度呢 是19.5公分 黑色的卡度 在素体上跟白色款是相同的 由于多了帽子的原因 悬高为20公分 白色款和黑色款 使用的素体相同 除了涂装不同外 黑色款仅仅比白色款 多了一顶帽子 一个黑色的领带 和一个红色的绣标 话说 黑色版的欧派 也要比白色款大很多哦 MOMO系列拥有很多风格 O1在开发上 为了增加该系列的拓展性 和趣味性 也是下了一番苦心 丰富的插把点 和内嵌的磁铁设计 可以让MOMO在今后更方便地 换各种相对应的拓展组件 这里我们也拿到了 一份官方的相关说明 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图片中可以看到 包括头发 胸部 腰部等在内的九个部分 均可以通过拓展配件的方式 进行替换 之前提到的黑色款 比白色款欧派大 也是得益于这个设计 黑色款在基础款的形式上 使用了L型号的胸部 这里我们也尝试着 将白色基础款的MOMO 进行了拆解 除关节外 我们一共拆出了21个部分 这些部分都可以从黑色款进行替换 相信今后OE也会推出更多的拓展部件 增加该系列的可换性 在关节上 OE使用的是类似海洋塘 转轮式的关节 虽然搬起来没有海洋塘 卡巴卡巴那种爽快感 不过呢 可动性完全不用担心 各种羞恥的动作都能以赴自如 除了传统的头 手 腰 腿 这些可动关节外 脚和鞋子连接处的这个关节的增加 也让可玩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许多扭曲的姿势下 通过改变此处关节 可以让玩具更方便的保持站立 实在是可圈可叠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细节 白色的这支基础款 在细节上我们认为表现并不算好 很多地方都能看到 西面不均的现象 另外 勾线的处理对玩具本身减分很多 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勾线溢出和出界的情况 这个在白色的机体上 显得格外难看 反观黑色的这支 虽然在勾线上也有溢出和出界的情况 但是由于黑色的底色 这些瑕疵 看上去影响并不算大了 欧宜作为国内新兴玩之品牌 最近呢 也是频繁地出现在大家的视线当中 大量的与本土漫画形象的合作 为欧宜带来了很大的曝光度 从本次的评测的 MOMO中呢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欧宜在产品的创新和设计上 表现还是蛮让人惊喜的 不过太快的新品 推出速度 也让欧宜在细节上的表现 有些恰强人意 MOMO没有相关的出品书 没有附带官图中出现的武器 品控做的也不是很到位 以上这些问题呢 都不是一个成熟的品牌 和产品该分的通哦 这也说明了 欧宜想成为一个成熟的 一流的玩具品牌 还有一段路需要走 我们也是希望欧宜在快速发展的路上 能放慢找步 多多听客户的意见 也希望欧宜这个本土玩具品牌 能越做越好 这次的魔玩评测环节呢 就到这里 来看一下今天的特价推荐 对有哪些魔玩吧 以上就是本期调料玩具的全部内容了 同样本期呢 我们也是有福利送出的 就是本次评测的这两款玩具了 想要获得的话呢 只需要关注我们潮流玩主的 微信工作账号 回复欧一 就可以参加抽奖了 同样我们的微博呢 也是会进行这款 默默的转发抽奖哦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